義務役確定將要改為一年 國防部還規劃 義南可以在大學期間 同時完成服役和學業 像是一年服兵役 三年讀大學 但是學校和學生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教育部表示會邀請各方來交換意見 學風自由的建國中學 下午時刻有少數學生請假 大返家 除了要去看病 也有回家準備學策 而民國九十四年以後出生 也就是今年的高三學生 疫期將變為一年 根據國防部的規劃 義南可以在大學期間 同時完成服役和學業 如縮短一學年時間 讓學生修完學分 即採行一加三的方式 將應修學分集中在三年完成 大學也可放寬學分休息上線等方式 不知影響生涯規劃 由於疫期延長勢必會影響到這批 越南的生涯規劃 有學生團體認為可以理解延長 疫期的必要性 可是未來服役期間 訓練新兵的量能是否足夠 以及教育部的配套方案 都有待觀察 對於延長疫期可能在教育現場 影響學生實習等安排及規劃 教育部表示相關修法配套必須兼顧校務及教學的運作 會在明年初和校方學生團體交換意見後 規劃出具體方案 記者 陳昭新 張志成 台報道